才竟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3月13号礼拜一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市场上面所有的投资人都在关注一件事情 就是周末发生的矽谷银行事件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矽谷事件后面的发展 首先我们还是先提醒一下投资人 因为我们是分析师 最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后面我们的规划 去跟你分析未来的行情会怎么样走 今天投资人你可不要看到说 今天我们的台股好像没有问题了 因为今天开低走高 收一根下引线 还维持在这个平盘的下缘这个地方 你就认为有撑 你要讲有撑 至少还要再过这两关 哪两关 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的台股为什么会开低走高 原因是应该是有一些资金 在做窜逃的动作 我们看一下新台币今天的走势 今天的新台币 因为我们采取的是相对报价 你看到一根黑K 代表我们的新台币是做一个强势升值的动作 所以应该是有一些国际的资金 跑到我们台湾来 去做一个避险的动作 是好事吗 如果你做台股 但是我们要讲后续的发展 第一个后续的发展 你顺便看一下我的测标 你说今天我们的台股有撑 第一个表示我们的基本面还算OK 大部分的散户的信心也大概是中石户以上 应该也都回来了 但是过这两关 第一个是今天晚上的会议非常的重要 三大机构 最重要的机构 是在这边这个机构 联邦存款 来导播这个地方 麻烦放大一点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是这个地方 今天反而是最重要的角色 因为今天一开始 矽谷银行说倒闭的风险 那这几天拜登出来讲话了 那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 跟拜登也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三大机构的会议 第一个联准会 第二个财政部长叶伦 大概鲍尔跟叶伦 他们的风向应该很清楚 就是要救了 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 怎么讲话 我认为是这一次的要角 为什么 来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一次矽谷银行的倒闭 那美国的政府出手 包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出手 说会去归还无保险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资人 应该清楚了 像我们台湾也有 我们台湾有一个中央存保 应该是三百万 你存款只要是 不管你多少金额了 只要是在三百万以内的 那银行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会把三百万先还你 那后面的就看状况 那美国也有这样的机制 美国的机制是二十五万美金 那我们对我们来讲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适中的金额 但是对于一些存款大户呢 资金存款是几百万美元以上的呢 就会说二十五万美金不够啊 那现在是这个没有保险的部分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也说我们会赔 也就是讲白了一件事情 你的存款不管是你存多少 你应该是都可以全部拿回来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投资人可能会想 第一个你看多的 你也不要在这个地方太乐观 后面还有两关要过 但是有一些投资人可能不清楚说 这件事情会不会像2008年 雷曼兄弟的状况 那基本上我认为是不会 为什么 第一个当初雷曼兄弟 他们是发行了一个 比较不好的金融商品 但是这一次 如果你去看矽谷银行 其实他们有没有做错事 其实没有 那矽谷银行做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三年前 还是低利率的时候 那我们比喻了 那个时候民众来存款 只要给他们一%的利息 那这一%的利息 是银行的成本 那我银行想到一件事情说 很简单嘛 1%的利息给民众 那我们保守一点 我们就去投资一些比较低风险的 比如说像是美国的国债 那收取的利息是2% 我中间就赚这1% 本来大概在两三年前 这种投资模式相安无事 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认同 但是从去年的年中开始 升息升得又快又急 我给民众的钱 他们来存款 假设我要给他们到4% 但是美国的国债 还是只给我2% 所以我的银行 我没办法升息升得太快 那民众就会开始说 那我不如把我的存款做一个解约 拿去投资别的银行 放在别的银行也好 那就造成一个挤兑 那甚至这两年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一个逻辑 原本的美国国债只给你2% 那国债这个东西 大部分也都会造成一个抛售潮 就是说你才给我2% 我去投资 我甚至存定存都比较好 那造成国债的金额是大幅度的衰退 那这个地方也造成戏股 因为它必须有一些存款的民众 他们必须要做一个解约 我就必须要去卖这些国债 那我在财报上面的变动方式 原本就是 我的金融资产原本是 固定收取2%的利息 瞬间转变成 我去年买了 比如说1000亿的东西 今年剩下500亿 我是要认列这负500亿的亏损 它的财报就突然产生了一个 这样的转换 那造成什么 造成细股银行的倒闭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厘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是不是像2008年 因为发行了一个 很差的金融商品 其实不是 细股银行老实讲 其实他们也没做错什么事情 要怪就是怪一件事情 生息 生太快 不是生息的问题而有 是生太快 所以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忧的当然就是细股银行 今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一定会有答案 没答案 这个紧急会议就白开了 那一则以忧的就是 晚上还要开会议 一则以喜的 当然就是这件事情 会让投资人心中有一个想法 这一次的生息 应该就会回到硬码 整体我们来讲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 这一次政府出手 为什么你说不会像2008年 因为如果你调一下资料 现在联邦的存款准备金 和2008年比起来 为什么这一次比较有底气 为什么当初2008年直接放给他烂 这一次拜登马上出来讲话 因为目前为止 美国的联邦存款准备金 看到现在是三兆美元 但是2008年 大约只有八千亿美元 也就是说 现在的存款准备金 是2008年当时的四倍之多 所以底气会稍微比较足 这样子我想投资人 应该心中会有一个底 那听到现在投资人可能会说 老师 你只是在分析总体经济 有没有实际的操作例子 有 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盘势 找到机会点 我们还真的就出手了 但是后来我们来顺便讲一下 今天为什么期货没有出手 因为刚刚我们说开了这一个会议 第一个 我也不知道鲍尔在想什么 我们只是按照一个正统的分析 告诉你 耶伦会怎么做 鲍尔会怎么做 拜登会怎么做 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 其实大概八九不离十 但是毕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做期货 为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 客户会员应该都不想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胡乱的接刀子 胡乱的抄底 这样的做法也不正确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选择权 来取代期货 我相信 有在操作这些金融商品的投资人 应该就知道 因为如果选择权后面再继续下跌 它的跌幅会稍微平滑一点 不会像期货那样子 好像不是开大就是开小 心脏没这么大的会员还是有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用选择权取代期货 那我觉得也不错了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是9点40分 我们按照现行的预估这个地方 台股今天9点40分是超跌 选择权 我们买一笔什么样 买权 就是买多了 简单讲 买在80 那到我今天上节目之前 我们看价格点位目前为止还在120 所以表示说我们的一口单 基本上是赚40点 账上获利是正50% 我觉得也还可以 以选择权来讲其实也不算非常多 然后有些投资人会认为说 选择权每天都一定要赚倍数 其实不是 选择权你可以做一些组合单 它有很多种的操作模式 像今天这一笔买多 背后其实隐含的就是 其实我们隐隐约约在做了避险这个动作 应该很清楚了 那我们没办法花这么多时间 跟你讲选择权这个金融商品 有兴趣的投资人自己跟上脚步 今天我们也是抓一笔机会财 好那刚刚我们讲到的这就是 以国际的面向 今天晚上的会议救不救就非常的重要 这是两关之中的第一关 那另外一关呢 如果你是做股票的投资人 其实这一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就是选股 看你持有的是什么股票 来我们稍微回溯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五其实还有公布一件事情 就是公布怎么样就业数据 那表现得很好 只是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矽股银行的事件 如果你去看一下公布的就业数据的话 二月的数据其实表现得也还不错 美国的就业数据表现得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那当初我们这个数字是一月 一月当时数字51.7万 出乎市场上面所有投资人的预料之外 51.7爆增 那当时其实大部分的投资人都会解读说 惨了惨了 之后的不管是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后面一定是往下跌 结果没有嘛 对不对 一月公布完之后 二月公布的数字之后 二月公布一月的数字 从一月开始是多方结构 一路延续到三月 一路延续到上个礼拜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有解释过了 它是看图说故事 如果今天就业数据强劲盘势上涨 大家就会解读说 你看就业数据好 所以盘要上涨 如果就业数据强劲盘下跌 大家就会解读说 你看因为就业数据强劲 所以美国后面会升息 这件事情是看图说故事 没什么意义 大家这些新闻消息都是看图说 新闻出来了看盘怎么样 他们就顺着那个东西去解读 但是中长期我跟投资人讲 就业数据好 股市其实是会好的 只是从去年年中开始有点特殊了 因为现在美国是走一个升息 那这个地方讲远了我们拉回来讲 我们是要跟投资人稍微做一个复习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一月的时候 美国就业的数据也是强劲 但是市场大部分的投资人偏空解读 说因为未来要升息 但是我在我的节目上面讲 时间是一月九号 有兴趣的投资人可以自己去看完那天的节目 我说有一个族群因为按照我们的解读 其实就业数据强劲 中长线来讲应该是要看多的 那我们布局的网通 一月九号我们讲会开始进行上工的动作 好 讲这个族群 顺便也要讲一下一个总体经济的概念 这一次目前为止 拜登现在头痛了 可能也不敢升息 那在财政政策的补助上面一定会不断的往上做提升 这是为什么2023年1月的时候 我们开始跟投资人讲网通 所以来 重点来了 如果你手上持有的是网通相关概念股 那我认为其实应该是可以安然度过这一波 那来 1月9号当时我们跟你讲的时候 当初的第一档是3558的神准 那这个地方我们不再 以后就不再复苏 因为你可能会说 老师 3558的神准 现在还拿来提 不是讲股吗 因为现在没有200块钱的价格 当初1月初我们提的时候 价格还在200块 那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 我说它是发动 后来一波56% 200块涨到300多块钱 3558的神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神准今天怎么样 神准今天表现得还可以 今天小跌 不好意思 小跌一个tick 超级多方格局 这一档股票 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说它是指标股 因为既然你从200块钱没有跟着我们的脚步 你没有做到3558的神准 那我说没有关系嘛 还记不记得这一个月我给你的是另外一档 我给你的是2月6号的时候 我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 当时这一档股票 我们会称为网通最佳的自由生 原因在于因为我们已经考量 任何总体经济的状况 甚至就算是升两码 这一档股票目前为止 第一个以现行来看 是在绝对低档的位阶 第二个目前的本益比12倍 相对便宜 那你可能会说2022年开始升息 很多的产业都开始衰退 这一档股票刚好例外 它的营收是连续28个月正成长 你就可以回推嘛 2021年没有衰退 2022年也没有衰退 美国市场现在有问题吗 它北美的营收占了五成 3558的神准 北美的营收将近占了九成 如果美国今年有什么问题的话 3558的神准 会是这样的走势吗 会是从200块一路标到360块钱吗 涨得快八成有了 那这一档股票 后面我们也先排 时间如果你看线图是2月6号给你的 这一档股票后面我们先排了 2月6号你买 你可以买在八字头 买在81块钱 后面我们就公开了 这一档股票支优声是5388的中壘 那一波上来这档股票 说实在话 它也没有大标特标 可是可以让你在这样的行情之下 安身立命 上个礼拜 90.3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5388 来 今天有没有过 今天过了 开低 你不要乱卖 后面收在91块钱 从跟上个礼拜比起来 90.3 有没有再多个1% 有嘛 没有多少了 目前为止 帐上获利13% 今天有没有让你安然的安身立命 这一档是有的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呼应 我在这个地方 跟你提醒的测标 今天发生了一个矽谷事件 今天晚上 你必须要打起12分精神 那你也必须要留意一下 你现在手中的持股 是不是跟我们讲的产业 是不是跟我们讲的个股 有相呼应 因为我也跟投资人讲 来 我说 第一个 政府为什么现在要 要去加大补助网通族群 因为第一个 现在目前为止 有一个矽谷事件 第二个 政府不会无缘无故 去补助一个矽阳产业 现在也不止美国 全世界都在推宽平基建 为什么 当时我们有跟投资人 讲这个数字嘛 2016年 全球的流量需求 在214TB每秒 2021年流量变成932TB每秒 增加了4倍 未来每年会差不多 以30%的幅度在做成长 我们的资料用量 一定是越来越大 后面为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嘛 因为现在是一个破坏式的创新 叫做OpenRain 这个我们在节目上面解释过 今天就不多做解释 以前从中央基地台发送的讯息 未来会改成OpenRain形态 就是从周遭的小型基地台 做一个发送 那我们台湾呢 既然现在会加快补助的力道 OpenRain 我们台湾的首波商机 就在交换器跟小型基地台 这几个部分 不会再由中央基地台 统一发送 而是中间有很多的小型基地台 所以今天我们从总体经济一路跟你推 推到产业 跟你推到个股 这些股票 投资人你就知道 必须非常的留意 3558的神转 还有今天带你安身立命 这一档 5388的中壘 5388的中壘 来今天有没有逆势上涨 有嘛 有没有回升的幅度 有没有比大盘还快 有没有比大盘还多 有嘛 表示你选对标的了 那节目的上半段 还有一些时间 来我们多讲几档股票 还有一档股票 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嘛 我们当初买进的时间点 是在2月22号 107块 你从上游的交换器 你能不能一路推导到 光通讯模组 可以嘛 4977的中打 那投资人最想看的一定是 老师别讲那么多 今天4977的中打 有没有在投资人安身立命 其实也有 10点之后就从平盘之下 拉回平盘之上 今天大盘这样的表现 回推当初我跟你讲的 纯本价107块 到今天 目前为止今天 收平盘118块钱 目前为止 帐上还是获利的 那关于这个族群 基本上我有跟投资人讲 我说 一样怎么样从产业去做推导 像现在目前为止 短线急涨的是通讯产业 因为现在政府在这个地方撒钱 但是我有跟投资朋友讲过 我们也分享过 我说后面我认为 未来三年到五年 真正成长幅度比较大的 光通讯分类可以分两类 一种是给通讯产业 一种是给资料中心 中长线我是比较看好资料中心 这个部分 那后面毛利比较容易回升的 其实是在主动元件 例如这个地方 我们特别底部是用黄色的 这个地方投资人 可以自己去琢磨一下 6442的光盛 今天表现的也还不错 上涨1.4% 因为基本上 我们跟投资人讲的这些个股 就是和大盘没有什么关系 和这些系统性的风险 联动度比较低 甚至可以因为这些事件反而是逆势 怎么样逆势会受惠 就有点像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加权指数 这个地方开低后面会走高 那中长线的这个部分 我们基本上我们也不要多做议测 短线有价差 不管是个股 或者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有得赚 我们就先赚 所以投资人节目的上半段 你好好消化一下 你手上是不是这些这些类骨 还有今天碰到这样的行情 你在期货选择权 你又是怎么应对 自己稍微好好复习一下 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股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股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走方车让右方车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要继续进行到下一个族群 节目时间不太够 刚刚我们除了讲网通族群 是全世界各国都在加速补助的产业 其实还有一个产业 来 那这个产业 我们顺便研究一下日本市场 因为现在日本市场 以前他们只要做电池就满足了 但是这几年他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只做电池 现在宁德时代 LG甚至特斯拉 都开始盖自己的电池厂 而我们日本怎么办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还在第三名 但是以后呢 所以后面就开始发展自己的电动车 日本本来就是汽车大国 也是化工员物料大国 他们要研发自己的电动车 容不容易 超级轻松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直接跟投资人讲一档股票 2497的一粒店 因为以亚洲的车款来讲 一粒店基本上日系的车款 营收占比是在40% 重点是看一下筹码的部分 主力跟我们站在同一边 在第一档的时候 个股不管是大盘 或者是个股本身有什么修正 你应该要站在买方 是比较正确的 两个礼拜之前 2月3号的线图 2497的一粒店 来 今天有没有稍微强过大盘 其实是有的 今天加权指数大盘 大约是10点40分 才开始上工 这一档股票早了一点 10点20分就开始上工 有没有带你安身立密 有嘛 日本市场是这样子 台湾市场也是 那时间不太够了 来 这个地方 我有跟投资人讲过 今年我们台湾 基本上我们年年 都有电动车的补助 今年会在加速补助的力道 除了电动车 充电桩的部分 也非常的重要 那期段期间 来 期段期间 我们做的是飞虹 2457的飞虹 当时我们操作 是3月6号做的 后面喷出一段 这段我们不讲 那因为飞虹这档股票 前面喷出一段 已经喷过一次了 所以今天比较强的 除了一粒店之外 是6282的康书 来 有没有强于大盘 有嘛 大盘今天10点40分才上工 6282的康书 10点20分也先工了 这档股票 基本上也是一档好股票了 那节目时间不太够 来 还有一档股票 大家跟投资人稍微讲一下 刚刚我们节目介绍了 5G车用相关概念股 那基本上 你去选这样的股票 当时我们在跟你讲 中壘的时候 它的本益比12倍 就已经够低了 今天这一档 本益比12倍的股票 就能够让你赚一个小波段 本益比2.5倍的股票呢 投资人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样的操作模式 是不是才能带你安生立命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这个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见 偷喝啤酒 偷通记过 真的是绿茶 无非咯 我都没有塑胶吗 明明就是啤酒 还有酒味 不行你喝喝看啊 是啤酒 还是绿茶 好好喝哦 请你来见顶 币牙绿茶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两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